你们好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点关注 点点转发 点点再看吧 如果有一件三年的朋友 可以免费获得我这边 送出的一份写习大礼包 今天聊一聊商标吧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说 小胖哥我商标注册之后 假如我这个公司不存在 或者说我这个公司的地址 有什么变更的话 我这个商标需不需要 做什么改变呢 其实这也是很多电商人 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来跟你们聊一下 就是商标注册之后 如果你变更了公司 变更了地址 那这个东西 需不需要另外的去变更呢 答案是需要另外变更备案的 商标法有规定 就是说商标在注册成功之后 必须要保持商标注册时候的 注册标志 内容地址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是要一样的 而且是不能擅自更改的 如果说有更改的话 一定要马上进行一个变动 那么还有哪一些是不能更改 不能动的呢 商标法有规定 就是说商标在成功注册之后 如果说你三年内不使用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向商标级申请撤销该商标 这个就是商标被撤删怎么办 如果说你在商标注册成功之后 一定要尽快的使用这个商标 然后保留你使用的一些证据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比如说你要开个店啊 或者说要有一些什么发票啊 图片啊或者说授钱给别人使用等等之类的 那么如果你的商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更 比如说你的名称或者说你营业执照的地址换了 那你要及时的去商标级做对应的变更手细 如果没有变更的话 后续会给你这个商标就是企业带来就是无法进行一个同步的消息 那么这个商标就有可能不能使用 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变更的话这个贵不贵呢 其实变更的话很便宜 如果说是营业执照或者名称地址变更这种很便宜 花个一两百块钱 但是如果说你要转到其他执照 这个就是转让 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稍微贵一点 另外还有很多做电商的朋友经常会遇到说 我这个营业执照注销之后 我这个商标还在不在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一旦你企业的营业执照注销了之后 或者说你个体的营业执照注销了之后 那么你这个主体已经不在了 你这个主体都不在了 你想一下这个商标还有可能存在吗 所以说企业跟个体它跟商标是同步存在的 捆绑一起的 如果说一旦发生里面有任何变动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备案变更 不然的话到时候商标是不存在的 那么商标注册成功之后 商标所有钱这个合法的持有人 他是可以将这个商标许可给他人使用 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说我们注册好这个商标 可以将他出租给别人 售钱给别人 很多公司都有在玩一个售钱加盟 常见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像北极龙南极人这些大的公司 他们做售钱加盟都已经做到差不多要上市了 所以说不用的商标可以出租给别人去使用 那么商标商标在注册成功之后 如果你发现跟你有差不多近似的商标 而且是在同列别的你可以提出一个意义 比如说对方在刚注册的时候你就还没有注册成功 你就可以意义他 就是说让他注册不了这个商标 可以成功保护好你自己的一个商标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问我可不可以超范围使用这个商标 比如说你注册的这个商标是第五类的消毒用品的 那么你想用第十类的 第十类是属于医疗用品的 是不可以使用的 这个是属于一个超类别使用 这个是要重新注册的 如果不重新注册是不能用的 那么如果说在第五类里面的其他一些小类别 你想要使用 但是你没有注册也是不能使用 比如说你是做第五类的一个消毒的用品 那第五类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药品的话 你没有注册下来的话 那么你是不能使用的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商标注册下来 从你开始提交注册之后 它的有效期是十年 那么十年之后 如果说你没有对这个商标进行一系列的细费 官方说的是叫细展 如果说到期之后六个月 你没有细展 有一个六个月的一个宽限期 那么没有细展 这个商标就会被先告无效 所以说在商标注册之后 你们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自己商标到期的一个时间 以及怎么一个办理 如果说你不办理的话 那么这个商标到时候就不属于你的 到期之后一年内都可以去细费 以上就是一些商标的一些小知识 大家可以去简单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